哈囉大家好我是饅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如何花10分鐘就完妝出門的妝喔 計時開始 我使用內典的粉嫩保濕礦物粉底霜 我會先點在臉上 然後用牙刷型的粉底刷輕輕刷開 這一種粉底刷比較不會留下粉痕喔 但是粉底液的量也要適量喔 太多的話比較容易留下粉痕 我使用黑眼圈擦擦筆擦掉我的黑眼圈 我覺得這一款蠻保濕蠻好用的 而且它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再來用蜜粉定妝 我用essence的超霧光定妝粉餅 輕輕的刷幾下 如果覺得特別有的話再特別加強 我選了這一塊腮紅是淡淡的粉色 因為它不是超級顯色 所以比較不容易失手 但是效果也是蠻好的喔 感覺是一個很自然的好氣色 眉毛我覺得是整個妝花最多時間的地方 那我會先用眉蠻勾勒出眉尾 然後再用紅粉填滿整個眉毛 最後再使用最淺的顏色 將底影畫出來 在眼尾畫出一條細細的眼線 因為要快速上妝 所以我選擇大地色的眼影 先用較淺的棕色塗在眼窩的三分之二 再用較深的棕色塗在眼尾的三分之一 那眼影畫完後一定要用暈染刷暈染開喔 這樣界線才不會太明顯喔 大創的這一款睫毛夾我覺得蠻好用的 而且攜帶很方便喔 睫毛的部分不一定要刷睫毛 但是我很喜歡睫毛更更分明的感覺 而且我看到睫毛這樣長長的會覺得心情很好 所以我還是會刷睫毛 再來浮上跟原本群色差不多的拳膠 剛剛忘記浮上眼線 現在趕快補上 其實眼線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沒有畫面眼線的話 眼睛會有一條白白的 如果可以還是把它補上好了 整個妝完成囉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訂閱我 幫我按個讚喔